Lun Sang 男人 Lun Sang 男人 大家對能源的想法往往是離自己非常的遙遠 那好像是政府政策的事情跟自己沒有關係 但是呢我們今天這一系列的節目呢 跟大家討論的就是說 能源跟我們日常生活 其實是非常相關的 就是像這本書名一樣 日常生活的能源革命 所以我們這一集的來賓邀請到 除了皮卡我是主持人以外 我們邀請到我們的伊布 嗨伊布 嗨伊布 大家好 我們今天討論到的一個主題是 衣服紡織業 紡織業有什麼特別 跟能源有什麼關係 其實一開始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 也是蠻 說我到底要寫哪一個產業的 那大家說到能源的話 大家一定會想到石化產業 因為石化他們媒體塑造 他們非常的耗能 又高污染 我們對空氣的品質越來越重視了 大家一定會針對石化產業去做一些想像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去實際上去 找一些資料的話 你會發現石化產業真的有資料很多 不只是學術的paper 或者就是你在網路上看到類似的書籍 都會有針對很多 像是果光石化的一些 甚至是神奧電場的一些書籍 慢慢陸陸續續的推了出來 然後去激發大家的想像 就我自己認為啦 我覺得石化產業離我們真的好遙遠喔 除非你真的你有開車 或是你真的會去關心到 石化這可能就是汽油或是 機油的那個假期 所以我想要寫一個 大家都比較親近的一點產業 然後這個時候我就是 鈴鐺一閃閃過我就想說 欸我們大家都要穿衣服嗎 那我們就來寫個紡織產業好了 那其實我們剛剛一直沒有提到 我們這本書介紹的這個公司呢 叫做紅遠心葉 那紅遠心葉大家可能對這個名字比較陌生 可是他其實蠻厲害的 好像很多知名的大廠都是跟他們進貨的是嗎 欸對基本上觀眾朋友 只要你喊得出來的成衣的廠商 基本上都是我進入他們家的布料 其實紅遠心葉它算是 中油跟下油整合的一家 紡織的公司啊 那紡織業的中油跟下油呢 基本上是不會做到成衣的 就是賣出去賣衣服的這一塊 那當然紅遠心葉自己有自己的品牌 我在我的書中有寫 所以請大家多支持MIT的產品 是 對 因為大家過去來對紡織想法就是 可能是紡織業可能是比較屬於 西洋產業啊或者是比較 不是這麼的新興產業 因為比如你可能那個是阿公阿嬤 我那個年代的他們會說我的故事 可是到現在其實你會很少聽到 我家人是在紡織產業工作的 但是我覺得其實我去訪問的結果 我會發現台灣的紡織業真的是 Wow amazing 紅遠心葉他把紡織業等於說 他是去做了產業的轉型 所以他生產的布料算是機能型布料 所以他的比較是高產值高價值的東西 對沒錯 機能型的布料其實就是你們去市面上 看到的那種排汗衫啊 或者就是抗UV啊 防臭啊那些 甚至是你們的襪子那些 可能抗起毛球的那些 其實都算是機能型布料的延伸啊 除了這些以外 他其實還有哪些吸引我們的地方 在他的生產內上面 有覺得讓你很印象深刻的 很印象深刻嗎 基本上我去訪談的時候 我一進去他的辦公室喔 真的覺得非常的涼 非常的涼 完全沒有任何的冷氣 而且那個時候的室溫大概是28度左右 但是是有太陽的 又在台南 所以是基本上是比較偏熱的那種氣候 所以我踏進他們的園區以後 我會發現他們的園區真的是 綠化做得非常的漂亮 我一踏進去我還想說 我是不是要來到植物園 哦等於說他們透過一些簡單的一些原理 然後能夠讓廠區內或是辦公室內溫度下降 然後減少這樣的耗能 對沒錯 像是我們一般物理學知道的冷熱交換的原理 他們在我的時候就有說到 他們其實就定用這麼簡單的原理 去想辦法在機器上面去做一些實現這個動作 那他們一開始也是想說 啊大家都沒做過那我就來做嘛 頂多失敗我賠嘛 對然後結果他們一做就發現 欸還不錯耶成效還不錯 所以而且會發現越做越好 越做越好的結果呢 他們很樂意把這個經驗製作分享 了解 那到節目的最後啊 我想問一下伊布 你在訪問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讓你就是翻轉過去刻板印象 讓你很印象深刻的事情 有耶因為其實我覺得一家 私人經營的企業啦 多多少少都會對自己的公司有一些保密嘛 像一些商業機密的部分 可是我在訪問的時候 完全沒有這種問題 喔真的嗎 對就是我非常的擔心說 我在我去訪問的時候 或是我有帶相機去 想說我要拍一些遲地的考察照片 我就有問他們說 哪一些東西不能給我拍要跟我講 沒有想到我們受訪的真協理呢 非常的大方他直接說 沒有問題都給你拍都給你拍 我告訴你我們不怕給你拍 我告訴你哪些東西可以拍跟著我走就對了 他不僅讓你拍 他還告訴你哪裡拍可以拍更多 所以讓你在公司裡面 可以盡情的拍你想拍的東西 對沒錯 這的確跟我們過去對於一些企業經營啊 或是一些公司的一些想法不太 通常都隔成沙 但是感覺紅遠新夜就完全不是這個樣子 對沒錯 我相信這可能也是他們成功的原因 那如果想要知道紅遠新夜更多的內容呢 六月的時候我們這本書就會上市就是 日常生活的能源革命 由台大風險中心跟春山出版社 來共同出版的這本新書 那今天謝謝伊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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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a 謝謝 高兴 現在 Shay 請 鐵